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们每一次来 我们都知道您好像是 申请大学的宝库 任何关于 问你关于任何的数据 你都能够非常的熟悉 那么尤其今年在不久前 才刚刚公布了 UC加大的录取率 那么相信很多 我们在加州的华人的家长们 对于这个应该是非常关心的 那么今年的录取率如何呢 今年来讲 UC加大它整体的录取 就是它申请是10万人 然后录取呢大概有6万人 所以这个整体录取率是60个percent 蛮高的嘛 蛮高 但是这个数字呢 比较去年呢 已经掉了2个percent 那比较5年前呢 已经掉了10个percent 也就是说每一年掉2个percent 5年就掉了10个percent 那为什么会一直往下掉呢 这个原因大概是什么 我相信原因有很多 那综合的原因是什么呢 综合原因很简单 就是说呢 位置没有增加 申请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申请人越来越多抢这个位置 再加上还有国际生 外周生 你知道外周生跟国际生的申请 每一年是以20几个percent 在成长的 所以呢 其实加大也已经表示说 他们愿意给这个外周生 跟国际生多一点的位置 所以呢 这个来讲呢 整体 对我们本周的学生来讲 就不是什么好消息了 对啊 对啊 就是竞争就更激烈了 那所以那么如果说你真的要申请这个加州大学的话呢 那该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然后那个提高你的竞争力呢 对 其实以加大来讲 因为他申请的人非常多 像UCLA他一年申请的人 就是大概有8万份这个申请表 那这个就是申请来讲呢 你真的是要把基本的这个分数达到 那基本的分数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GPA跟你的SAT 基本的分你一定要达到 因为申请的人那么多 基本的这个分数没达到 可能还没有到后面的阶段 你就被扔掉了 那这些基本的分数也就是说 往年的这个录取的平均数字 你至少要达到 那这个数字是什么呢 你可以去我的部落格看 我的部落格有连接到UC的网站 所以有平均的录取数字 以UCLA来讲大概在4.37 好那以UC Urban来讲 可能在4.11左右 那这个是GPA 当然还有SAT的requirement 那SATrequirement 可能你看人平均数字还要加个150分 因为那个平均数字是 大家的平均数字 我们亚裔可能要再高一点才能够进 所以就是大概再加个150分 为什么亚裔的平均分数还要再更高呢 因为他整个申请来讲 他就是只录取一部分的亚裔 一部分的这个拉丁裔 美籍非裔跟一部分的白人 那以我们来讲 现在大概是三分之一左右来讲 因为我们申请的学生 全部分数都比较高 那你取最三分之一的那个 那一块下来的话 平均的分数就会比较高一点 了解 其实我大概了解 因为我自己也是UC Berkeley 我可以了解说 就是亚裔学生其实竞争很激烈 但是我想让你了解一下 我们家长们为什么觉得说 为什么照理说我们都这么游戏 为什么反而我们机会变少 对 可能人家觉得说 是不是种族歧视 其实不是 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多元化 因为如果说他真的 就是完全以分数来收的话 那可能整个校园 就是80%都是亚裔了 已经有这种趋势 对 我们讲说UCLA 有一个这个名字叫做 这个University of Caucasian Laws in Asia 就是说这个太多亚洲人的 这个学校 一眼放过去都是 那我们刚刚讲UCLA UC Berkeley 没错是亚裔学生 应该说是这个头号选择 尤其在这个加大里面 那么今年的这个录取率呢 是不是也是相当的竞争 你刚刚稍微提了一下 UCLA UC Berkeley 其实相当的竞争 而且现在很多都是 高中前几名的学生才进得了 像今年来讲 UC Berkeley 它平均录取的GPS是4.37 那以4.37 我给大家一个概念 就是说你10年级 11年级 你大概要拿4个AP 就是10年级 11年级 4个AP的情况下 而且要全部都是A 你才能拿到4.37 对 因为这个就是说 真正你计算 就是这样去计算 那么实际上 这个UCLA UC Berkeley 很难进来讲 还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趋势 就是说因为我们都知道 刚刚我们讲说 这个外州跟外籍的学生 很多都就是大量的来申请 那请问你从外国来 外州来加州读大学 你要读的是 加州最好的大学 还是最差的大学 当然是最好 当然是最好 所以UCLA UC Berkeley 跟UC San Diego 这三首最好的UC 三分之一被录取的 都是外籍外州的学生 在今年 像竞争非常的激烈 对 像UCLA 它今年录取的学生里头 一万六千个人里头 六千多个人 都是外籍外州的 OK 所以呢 对 这个就是一个趋势 没错 好 那既然我们讲到这个 那我们 因为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先进进一段广告 我们来讲一讲 那么加州的大学 就是加州的学生们 要怎么样可以好好的准备 来申请加州大学 我们讲得更详细一点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我们先进一步